你这条鱼长得真好看 任嘉伦喊你来追剧了 于君出香时香是真香 不过小编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之前出过于君与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的梦幻联动 满足细节控爱好者的小心思 本期视频依旧是走细节范儿 面对相同场景时 任嘉伦是怎么展现一人千面的演技的 大家好 咱们又见面了 任嘉伦饰演的于三岁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是谁已经深信国畅那无辜的眼神 无法自拔呢 长一努力挤珍珠的时候 这无辜的小眼睛直接融化大家的心 还有看自己小脚脚时的蒙太可爱到爆 不过小编越看越觉得眼熟 打开表情包一看 原来是这个emoji表情 神还原有没有 有一说一 这个于三岁真是深得小编心 这样可爱的小表情 不由的就让小编想起陆八岁这个角色 三年之后任嘉伦再次饰演孩童角色 竟毫无违和感 演员的演技请按这个标准卷起来好吗 如此优秀的演技当真是国超独家呀 陆八岁和于三岁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 衍生出来的两种人设 尽管两个角色有些许相似之处 但国超用演技赋予角色细微差距之分 既不让观众不会混淆 还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这就不得不佩服国超对于角色的塑造能力了 在锦衣之下和于君中 都有人家伦与搭档同床戏码 于君中 云翼夫妇第一次同床 是在云河先世的助攻下 那时的乖乖鱼还在想着怎么哄云河开心 又是搓澡又是宠溺的看涨 此次正好遇上云河寒霜发作 大尾巴鱼用灵力暖着云河入睡 都快把自己煮熟了 也不愿放手 憨憨之谱的爱就是这样吧 第二次是 长衣和云河掉入十方阵时 两人同住一屋 受伤的长衣涂好药之后 就要和云河一起睡 这时的云河可矜持起来了 不过长衣不乐意了 面对乖乖鱼的疑问三连 云河招架不住 只能同意一起睡 不过他要打地铺 见状长衣又来一招以退为继 云河没法 只能听从安排了 第三次就是 落落和长衣顶嘴的时候 让着叫和云河一起睡 此时的热巴 艳然偏心咯 在锦衣之下中 陆八岁因为打雷 非常害怕 就来找金夏一起睡 那一生生姐姐 直击金夏的心 谁能拒绝一个长得帅 还叫自己姐姐的乖蛋儿呢 他还紧抓着金夏的手不放 似乎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此时此刻 他是个需要被保护的小男孩 这一晚不光陆八岁睡安稳了 就连金夏都做起了春梦 在梦中当陆八岁醒来 发现金夏正望着他 便说姐姐你在干嘛啊 金夏回了一句 姐姐饿了 陆八岁说 饿了 你想吃什么 金夏你说呢 中国语言真是博大精深 这个语句的意思 大家懂得都懂 请自行脑补吧 在锦衣之下中 这个陆八岁 是因为中毒误打误撞 一下子失忆了 只有这个年龄段的记忆 心思简单 乱诺中还带着一点可爱 没有太多扰扰弯弯的心思 反而时常直来直去的 讲出自己的诉求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孩子 在剧中可以看得出来 陆八岁的眼神清澈干净 若是直勾勾看着他的眼睛 估计一眼就能看到他心底里了吧 和陆八岁不同的是 与君中的于三岁 是因为娇人天性纯良使然 刚上岸的他 只是在父亲口中 得知岸上的人狡诈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 但仅听父亲教诲的他 在上岸之后 对于周遭的人 有着很大的戒备心 尽管眼神清澈 但是初期对于云河的话 也不是百听百顺 眼神中时不时 还会露出警惕之感 此方面常义和陆八岁不同 受委屈时的陆八岁 一个劲往惊吓后面躲 不敢吭声 而常义遭到非礼受委屈时 警惕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傲娇和不服气的感觉 虽然不能对陆云河怎样 毕竟他给自己送过药 但这可是初吻 就这样给不熟悉的人 常义也是不甘心 这个眼神让小编看出他 并非全然不懂世俗 只不过单纯了些 除此之外 陆八岁和于三岁的性格不相同 陆八岁十分粘人 见到惊吓就像贴贴 他对于情爱方面没有想法 对于惊吓全当是对母亲那样 只是享有依赖的感觉 而常义对际云河 一开始是有那种男女瘦瘦不轻之感 只不过后面面对云河的强势疗法 他沦陷了而已 这一点要从云河给常义洗澡戏分说起 从一开始的害羞 到后面直接把云河正飞出去 足以证明 任嘉伦揣摩出角色的不同之处 然后用演技区分出来 因此会让大家既有错觉 又能分辨出不同之处 在影视剧中 相似的场景时有发生 就拿国超出演过的戏来说 那一招螺旋飞 家人们都记得吧 此招首次出场是在锦衣之下中 路易的出场就是一招 陀螺飞抢走惊吓的手中之物 在逃避机关时 此招是一出 必定全是尔退 然后就是周生如故中 身穿白雕的周生辰在军营 和和尚比武时 此招是重出江湖 这一招螺旋踢是真的谎眼 不知道国超派完此场戏眩晕不 之后在语军中 小编再次看到 这是常义大战牛头的戏码 只见他两手一拖 立马开始旋转 和云河配合的还是蛮不错的 小编怀疑这三部剧的武术指导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自此任佳伦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 旋转小陀螺 除了武打动作的相似之外 任佳伦难讨剧情的雷同 在与军中 云河处于生死攸关之际 长义只要断尾就可以拿到解药 救云河 但是交人断尾如同背叛交足 一边是爱情 一边是亲人 长义陷入两难 可是云河即将感官尽失 还有旁人在耳边的鼓风 此刻的长义下意识求人 笑边多差一句嘴 这少谷主也是 你不是对云河有侧隐之心吗 到如今有解药都不给 真狗 长义这泪汪汪恳求的眼神 当真过目难忘 在锦衣之下中 陆一位寻求惊吓的下落 只能来求助严世帆 一向心高气傲的陆大人 此时的眼中满是愤怒于隐忍 因为他清楚 此刻只能求人 面对严世帆接二连三的为难 陆大人虽眼中带怒 到为了心爱之人还是下跪了 在他的这段表演中 小编看到了寅愿的精华 和为了爱人的屈服 在《周生如故》中 小南辰王遇到威胁时 他的脸上镇定自若 因为他知道这一生就这样了 即便是逃能往哪里逃呢 他想用自己的命 换小皇帝的一线生机 他想用命换北辰的片刻安宁 一旦他逃了 小皇帝必死 南辰王府必反 那时的国家肯定会分崩离析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人家轮用三种表情 演绎出他被威胁时的心境 小编还发现 路易和长逸的相似之处 就是都很有钱 锦衣之下中的惊吓 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财 路易从小在贵族长大 自然不缺钱 可大人呀 有钱也不是这样用的 惊吓和路易遇到贼人追赶时 两人眼看着就要打不过了 此时路易抛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静下心里别提有多心疼了 那是他工作多久才赚来的 可是对于路易来说 这一点银子只是他家的冰山一角 而且金山银山也比不过 金下的安全呀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在金下还陷在心疼银子的情绪中时 路易注意到他的伤口 虽然很小 但路大人这一脸心疼的表情 是谁目了 比路大人还有钱的 当属长逸了吧 追剧下来大家才发现 原来长逸竟是本剧中的 第一有钱人 纪云和原本和大家一样 一开始都以为 久居深海的娇人十分贫苦 企图以岸上的繁华喧闹 诱惑长逸断为留在岸上 却没想到长逸在描述起 自己家乡时的人和事物 就把纪云和洛洛深深震撼到了 长逸形容自己光是睡觉的蚌壳 就比囚禁他的整个思过摇海大 他们在深海里都不用油灯 而是用巷人这么大的珍珠来照明 而且后来长逸还说了 他父亲居住的地方 比整个旺花谷还大 用棒壳来形容也太逊色了 据长逸的形容 他家根本就是个海底皇宫了吧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一家一户各长逸呢 不仅如此 任佳伦更是把碧美学琢磨透了 简直就是天花万级别的了 在宇军中 长逸为了云和学会说话了 给了交珠了 最后连最珍贵的大尾巴也砍了 即便这样复出 到最后换来的是云和善意的谎言 成长之后的长逸武力全开 化身复仇王子来找纪云和报仇 囚禁他还是轻的 最忍受不了的是 云和命不久矣 这让本来就比寻常人活得久的长逸 该怎样度过余生呢 在周生如故中 一生报家为果 征战杀上的周生辰 最后得了个剃骨的结局 被迫与时宜分离 不得善终 令人唏嘘不已 时宜也是在大婚之日 穿着婚服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去寻师父 诚实夫妇爱而不得的虐恋 直到现在还有剧迷十分上头 在大唐荣耀中 广平王为了成全珍珠的心意 亲手将珍珠送去他乡 眼看着心爱之人就此离开 内心别提有多不舍了 这落寞的神情 笑边恳切边巨大地放过国超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之前的视频中 还有人家伦梦回路八岁 人家伦与热霸的四次擦肩而过等 大家真的不来看看吗 关注本频道 人家伦各种资讯经受掌握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一下呀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人家伦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